好,言归正傳,現在向大家介紹一下習近平的兒子 他的名字叫蔣仁正,90年10月份出生 籍貫是江西省的南城縣 這個蔣就是蔣介石的蔣,關於他為什麼姓蔣 為什麼他的籍貫跑到江西的一個小縣城 我後面再跟大家講,先講他這個名字 就是仁愛的人,正義的正 這個名字就代表了長輩對他的一個期許 就是既仁愛又公正 這不就是你想的皇帝的品格嗎 這不就是皇帝對太子的期許嗎 一看這個名字就知道,習近平一開始就對他是寄予厚望的 當然光這一個名字還不能說明問題 咱們再來看一看他的履歷 這個年輕人30多年的人生經歷真是不頻繁 真是出奇的順利 按照官方的資料,他是出生在江西省的南城縣 是2007年考進北大中文系的 有人就去查了一下當年南城縣所有中學畢業生的名冊 但是都沒有找到蔣仁正這個名字 然後這些調查員又跑到北大去查了一下資料 到時找到了這個名字了 但是訪問同屆的中文系的學生 大家只是隱約的記得有蔣仁正這麼一個人 但是沒有人跟他有過近距離的交往 因為他不住學生宿舍也很少去上課 到了2011年,蔣仁正算是完成了北大本科的學業 然後就成了直博生 什麼是直博生呢?就是坐直通車 碩士和博士研究生連讀 而且不用考試,直接就送上去了 而這個蔣仁正沒有任何的著作 沒有任何的成績 但是就是被推薦去讀直博生了 這點再一次說明蔣仁正符合中共最高層權貴子女的特徵 就是他能力平庸 但是在北大居然能夠被當成天才來對待 接著更大的奇蹟就出現了 就是他只用了兩年時間就完成了碩士和博士連讀的這個課程 完成了六年的學業 那即使是這個很厲害的角色 很聰明的學生 至少也需要個五年,至少也需要個四年 但是他居然兩年就讀完了 破了北大博士生畢業時間的這個記錄 那現在這個兒子私生子 因為年紀還輕,讓他浪費兩年時間也就夠了 所以他讓蔣仁正趕緊畢業六年的功課 兩年就完成了,成為北大的一個奇蹟 而且呢,之後奇蹟還不斷的發生 這個論文還沒有寫完的博士 馬上就被教育部公派到哈佛 美國的哈佛世界上第一流的這個大學 去當訪問學者去進修一年 到美國去進修中文 說起來就很荒唐嘛 但是荒唐的事情也可以有解釋的 蔣仁正他爹,習近平他覺得在北大讀金 那還不夠亮,還要去哈佛讀一下金 習明澤他女兒也曾經去哈佛讀過書啊 女兒讀金了,兒子也照樣要讀金 那根據這個習近平的多塊好省的原則 哈佛讀金也很快就結束了 2014年就回國了 然後就被馬上安排到陝西省的寶基市下面的一個區 去掛職當了副區長 相當於副縣長這個級別 當時蔣仁正只有24歲 他沒有任何的這個政治經驗 沒有任何的行政經驗 這就跟當年習近平一樣的 習近平大概是29、30歲到河北正定縣 去當縣委副書記的 只不過這個蔣仁正比習近平還要厲害 比習近平還要年輕5到6歲 就當了副縣級的官員 他而且是去的陝西去當副縣長的 陝西什麼地方啊? 習近平家族的農心之地是習家的農脈所在 讓他到陝西去當幹部 不僅僅是要增加他的這個官場歷練 而且還有另外一層意識 就是要他私下裡去任主貴宗 讓他的人生軌跡跟習家的這個傳統要結合起來 要讓他成為習家人 而且兩年多之後 他又被調到了福建省福州市下屬的一個縣 去當副縣長 福州是什麼地方呢? 是習近平做官時間最長的地方 也是習家軍最早集結形成的地方 就是在福州 所以一看就知道習近平這是要讓兒子 重走他自己的權力之路 要止成復業 他在羅元縣幾年期間呢?兩三年期間呢? 他幾乎是把所有的領域 這個縣政府的所有各方面面 他都幹了一遍 每隔幾個月他就換一個封管的領域 很明顯這就是有人要刻意的訓練他 全方位的去了解基層地方政府的這個運作 能夠置百里之地才能夠置天下 這就是在為他接班當皇帝在打基礎 就是刻意的要把他培養成為皇帝的接班人 培養成為太子 到了2019年的時候 他又調到了福建省剛剛成立不久的金融事務管理局 當了這個管理局的人事處長 從蔣仁正的這個官場經歷就可以看得出來 習近平是把他當接班人培養的 而蔣仁正也是想盡力的幫助他爹 要建功立業的中共的官員 不管他們口裡面聲稱信奉的是什麼主義 實際上他們都只信一個主義 就是機會主義 有機會升官發財 哪怕是只有一點點機會 也要先抓住再說 現在即使是對蔣仁正的 他的這個背景還沒有完全了解 心裡面還有一些疑團 他們也會先去巴結了再說 那關於這個疑團呢 我很快就會給他們徹底的解開 徹底的解開了之後啊 這些人他就會巴結的更加的賣命 更加的徹底了 那關於這個蔣仁正的事情 我今天先講到這裡啊 下期視頻再來給大家解開一些疑團 就包括蔣仁正的他的母親是誰 他是怎麼跟習近平走到一起的 為什麼他又會去到江西一個小縣城 那現在這個人蔣仁正的母親 現在又在哪裡 我會盡快的給大家分享這些信息 也請大家盡快的幫忙傳播這些信息 爭取在兩會之前 爭取在登基大典之前呢 給習近平送上一份賀禮 在3月4號的這一天 大家一起上街請求皇帝讓皇太子任主歸宗 正式改名為習仁正 體制內外的人士再加把油 再動員一下3月4號的這一天 全國一起上街送太子要紅包